張鎮朗早前在拍攝新劇奪命提示 意外撞傷眉骨逢七針 這日精神逆逆復工 養傷期間他也有好好休息 康復進度相當理想 其實最主要是甚麼都不要做 因為防止他爆線各行事 所以儘量不要動他 醫生有沒有說不要濕水 其實醫生的手勢是非常好的 所以他塗了一些膏在面上 其實就不需要特別去攪拌 所以我盡量自己都會避開他 他說如果有些甚麼 你就用一些新的鹽水也好 就去抹它 真的 還有在家的時候 都不會碰到甚麼髒東西 所以都可以的 是是是 有沒有說 就是睡覺時會不會說痛啊 都沒有 就是我覺得這次都算是不幸中之大行 就是你說落一點的 就可能會中到眼睛 或者骨頭那些 那這次剛剛好是避開了 我覺得是算是很幸運的 經常都覺得 是是是 就是側邊一點這樣 是 有沒有說要戒口 有 那西醫角度就沒有說要戒 但是我自己都 循例上都要戒一戒 就是吃了豉油 雞蛋 各行那些 鎮朗過往都發生過 不少意外受傷的驚險事 他都自封地獄黑仔王 這次拍攝又不小心撞到 支座地燈受傷 之後還要應付一連串的動作戲 不知道他會不會怕怕呢 沒有 從來都沒有 是 我依舊都是這樣演 都不會怎樣去遷就 那其實 還有他們很好的 他們說 他們監製都怕 如果你又要遮又等 會不會有另類發炎 之後這樣 所以他們都會盡量在後期 幫我去 P P 走去 撿走去 盡量讓傷口可以復原得好一點 這個多謝劇組他們的安排 那接下來是否還有很多打鬥的場面 OK的 其實如果觀眾他們都會留意到 我歷年來都很多這些小小的傷 Touchwood每一次都不會是一個 很創傷性的一些 摧毀性的一些東西 Touchwood所有東西都是 所以都會應付到的 你就算拍攝又動作戲都好 都是這樣做的 你一定要躺身去做的那些東西 所以我又不會因為這一次而 令到自己 就是要小心點 你小心點就有緊的 那就是不會移縮 就是不會 明白 希望你做得快點好 好